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最近有一则消息传出 说中国有数百人他们在瑞士银行的存款 人均达到了上百亿人民币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8月3日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教授 他转发了一则让人震惊的消息 题目是说令人咋舌瑞士银行公布消息 100位中国人存款合计7.8万亿 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社会关注 贾康他转发的博文当中说 瑞士银行发布了消息 说100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 合计达到7.8万亿 平均每个人也就是780亿人民币 当然确切的数字可能有待考究 但是这个事件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是真的 每个人在里边存款780亿 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你想想该有多可怕 那么其实这篇文章的最初是由一个名叫 欺凌说财经的自媒体刊发的 文章当中说 2019年4月17日 瑞士银行公布了一个消息 令人震惊 说目前在瑞银存款的一些人的财富 达到了让人震惊的程度 有100位左右的中国人 在瑞银的存款竟然达到了7.8万亿人民币 数量之多让人震惊 但是瑞银并没有公布这些人都是谁 他们都是干什么工作的 叫什么名字 2018年10月26号 瑞银集团以及普华永道 曾经共同发布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叫做 2018年亿万富豪透视 报告当中显示 说中国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快的一个国家 2018年中国共有373名亿万富豪 拥有1.12万亿美元的资产 那折合人民币刚好就是7.8万亿 那么按照瑞银发布的数据 确实是有7.8万亿资产这个数据 但是这里的人数不是100人 而是373名富豪 即使是373名富豪 人均也是209亿人民币 那么这条消息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关注 也因为发布消息者本身 发布消息的贾康 他本身就是中共第11、12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中共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 作为中共财政部的前官员 难道不了解这里边的情况 那么数十年来 瑞士银行由于其保密度非常高 一直是世界富豪避税 中共贪官存放赃款的天堂 维基解密曾经披露说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 大约有5000个账户 其中三分之二的是中央级的大员 从中共的副总理一级 然后再到银行的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 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 2013年12月 美国非盈利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 他发布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叫做 《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流出2001到2011年报告》 报告当中指出 说从2001年到2011年期间 中国大陆因为逃税、腐败和犯罪等 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达到了1.08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份额的六分之一 是全球非法资金外流最多的一个国家 2016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经公布了巴拿马文件 文件当中揭露了全球大批的政要和名人 如何在避税天堂、私藏财富 其中以中国的权贵为最多 很多民众关心 到底有没有办法去知道 都是谁在这个瑞士银行里存了钱呢 在2014年 瑞士政府和包括中国在内的47个国家 达成了银行信息交换协定 这个协定从2017年生效 2018年的时候 瑞士联邦税务管理局官网 10月5日发布了一个公告 瑞士银行业已经开始向7个欧盟金融机构 以及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 分享200万个账户的数据 也就是说这300多年来 瑞士银行首次开放金融客户的数据 当时就外媒指出说 中国贪官们的海外资产 可能将面临被曝光的风险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因为中国民众都相信 中国的贪官们一定在瑞银存有大量的金钱 一旦瑞士银行按照信息透明协议 同意向国际社会提供客户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些贪官们就有可能现原刑 这7.8万亿人民币背后都是哪些户主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日焦点 我们下期再会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